因為在下個禮拜沒上課 下禮拜就是其中 當然我的想法是希望能夠活學活用 因為現在AI非常火紅 所以我的想法是希望你們可以利用 因為目前最火紅的除了TrashVT之外 其實還有像上一次上課的GEM9 其實GEM9我覺得不會輸給TrashVT 另外還有一個微軟的Copilot 好像你是要Windows 11的話 應該就內建就有Copilot 其實都是AI 這個AI其實都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可以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證照考試題目裡面有很多函數公式 因為我是教你們直接告訴你們答案 但是假如你換個方式 你用AI去找答案的話 那我的想法是希望你們可以運用AI 把答案找出來的過程 當然也許找得到或找不到都沒關係 那你可以順便比較一下 這三個AI的平台 各優劣為和 哪個比較厲害或哪個問題比較多之類的 也許我自己也沒有辦法 每個地方都使用那麼完整 所以我只是看到這些都還蠻好用的 我只是自己試一下 其實Google的Copilot蠻厲害的 那你們也不妨可以試試看 另外當然我是覺得 AI它不是只有幫你產生而已 它其實還可以幫你找出錯誤 比如說你可能自己想的一個公式 或者是說它產生的公式有錯 那怎麼辦 你可以把錯誤再貼回去給它 這個公式有錯 請你幫我找出錯誤 錯誤訊息是什麼 請你幫我修正 它其實是有辦法幫你修正 所以其實AI另外有一個優勢 除了可以幫你產生之外 還可以幫你找出哪裡有錯誤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找錯誤 第三個的話 如果有些比如說有些函數 有些公式太延長 那意思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你甚至可以請AI幫你解釋一下 請問一下這個公式這麼延長 我看半天我還是不太懂 到底你為什麼不這樣寫的原因何在 可不可以幫我詳細解釋一下 到底這個公式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你會發現我自己試了一下 其實還蠻好的 它幫你解釋得有點太清楚了吧 我覺得整個很驚艷 以前如果有這些東西的話 那學這個公式、學程式真的太簡單了 那最後的話 當然如果你希望把我們的公式變成VBA 或者是錄製聚集等等 反正你就把它變成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全部自行完成的話 那當然會更好 只是說要怎麼樣把那個公式 自動轉換成VBA的層次 因為這個我們大一有學過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不妨可以試試看 那至於你要用哪一題都無所謂 比如說你用九手塵把他表 其實九手塵把他表 我們好像有做那個什麼 其實這邊我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做一個 類似像這邊不是有個 九九啊在這裡 108 比如像我們做什麼 直接輸出這個九手塵把他表 如果我這樣 假設不是用函數喔 不是用公式 當然你這公式的話 你可以用恰意請他幫你產生 看看有沒有辦法 或者第二個可不可以最後 解釋一下這個是什麼意思 然後再 甚至把他轉換成VBA 其實這邊我是有寫出VBA的寫法 那如果假如你們要利用 那個TRAGVD幫你產生的話 有沒有辦法 其實是可以的喔 我發現其實還蠻厲害的 他把他寫出來 執行上也都沒什麼問題 而且甚至他沒有註解 甚至你可以請他幫你解釋程式 也都OK耶 所以其實這個 其實我覺得 延伸性真的還蠻大的 所以這個是我想到的一個方向 類似像比如108 絕診法這一題 你就可以拿來做很多的應用 我們上課講到那些功能 你也可以把它做出來 OK 所以就是大概以報告的形式 來呈現的話 不知道大家的意思怎麼樣 不過我是故意寫得很複雜 已經有點難了 不然的話 我大概表學一下好了 就兩個表學 一個是報告 一個是考試 考試的話 就是比如說我們 第一類第二類 也許兩類 也許就各抽一題 然後考完就結束了 但是我就是 比如說 從102到110抽一題 5題抽一題 然後202到210 2題 5題抽一題 總共考兩題就對了 那考試時間的話 原則上 就是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這兩個選項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方式 就是以報告的形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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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